刚才的第二是成立的吗 什么东西 我说刚才的第二是成立的 成立的当然当然 我送给你 我很乐意啊 完全是帮着你 我可以挤进脑子去写一个动漫的词 你其实也不一定 我写过一首招万寿 你知不知道 真的啊 哈哈哈哈 招万寿 那龙哥是可以那个跟上时代的 真的 对啊 我不是只能写吃汗 或者不敢贪心 我也可以写 对啊 我觉得你一定什么都可以写出来 好了 交给你了 如果我有第一 下一张的话 干嘛这样说滚石上面 一哥对不对 只剩我一个男生啊 是啊 一姐就是卓文轩嘛 当然一哥啊 我看着你们长大就是 我独子欸 就是一哥一姐啦 我独子我不是一哥 欸对我们真的 就跟他自封天后一样 好久好久以前就来这种各种情 是啊 我就看着你们长大了 真的 不过小鬼一直很有才啦 你看你连你的书我都有防你 对对对 我还要写书品 真的而且我非常非常谢谢荣哥 因为他真的给我很大的鼓励 我觉得 没有我真的觉得他很厉害 他是艺术家 谢谢 他不只是艺人 还好 我很少讲这句话哟 真的 我听到这句话我最开心的 真的 尤其你刚才讲你的经营里面 我真的觉得 真的跟别的别的演员不一样 对啊 因为我觉得 别都是应该越慢越多 当然 越开越大 正常人是这样的 因为谁不想赚钱啊 他找一个金主 对啊 谁不想赚钱 我开店不就是为了要赚钱吗 可是我觉得我要赚钱的 应该是努力在演艺圈上面 然后那个东西只是帮我在我演艺圈做一些层次而已 是是是是 是啊是有层次的 对啊 但是真的没站 可是能够一直维持也很不错了 对啊 这年头做生意能够一直维持已经不错了 是啊 对 真的 我们最后再让你唱一首歌 好啊 唱哪一首 嗯 黑心好了 好不好 黑心 要先解释一下 黑心呢 那时候 其实老实说黑心这两个字是公司想的 我知道 黑心商品是整个看不定的 黑心商品是我想的 黑心这两个字是公司想的 公司说我们开会的时候就说 我们这张专辑我们来叫黑心好不好 因为我觉得你喜欢黑色的 然后呢这首歌 这里面的歌很多呢都跟心 商心有关啊 跟一些情商有关啊 我们就叫黑心 感觉上心都黑了这样 我就说哈好耸动哦 这样大家不会 真的很耸动 就联想到一些不好的吗 然后公司说 不会啊 我们用另外一些书法什么 我说那不如干脆就狠一点 就黑心商品啊 然后公司说哈 你不想进内地了是不是 我说 没有啦 我的伤不是商业的伤 是伤心的伤 然后公司就说哈 真的哦 好啊 那不错 这样 然后就决定了 对 所以原先是叫黑心 后来变黑心商品 嗯 然后又有一个黑心的歌 对 然后公司就说 那要写三首歌 叫做黑心情歌三部曲 那最后一部呢 公司就给我个规定就是 这一首词你一定就是 就是一定要写黑心 同名 就你不能再逃避就对了 对 就是一定 三部曲 最后一部一定要黑心 首部曲是啥啊 色谷 二部曲呢 平行时空 哦 这是 对 然后再来黑心 嗯哼 对 然后我就开始就 努力的 不知道怎么写啊 然后就开始找跟黑 就拿一张那种四开的纸 就开始一直写一些字 所以就把 跟黑有关的 跟心有关的 就把黑哥都写进去了 之类的 本来有写一些搞笑的 我就知道 对 我就知道你不会安分 对 我们要得坐一下 你知道吗 那个漩涡 本来还写另外一个 漩涡还写另外一个搞笑的 叫做 因为那个 《婚姻忍者》的那个主角 叫做漩涡名人 名是一个口在一个鸟 那个名 但是我就写了一个 名人漩涡 名是我们 我们是名人 名人卷入漩涡 对 然后就写这个 演艺圈的生态 对 就写微博上 大家怎么样 勾心斗掌 然后公司又说 你又不想进大陆 就比如说 就写说 什么 你不冲我冲啊 你不 你 你不动我动 你不冲我冲啊 什么 但是为什么我不红啊 什么类似这种 就写了很多那种有关 对 可是我刚才这种词不会红的 当然啊 因为我跟你讲 所有艺人写 写自己的这些事情 都不会红的 但我觉得 张正也写过啦 杰伦也写过类似这种 就很多 丽红也写过啊 对对对 还骂那个 对对对 骂某一个名师 对 就是很多人写过这种 就是站在 比较歌手角度的 对 其实会 一般人比较没有共鸣 我懂啊 我懂 对 但我也只是 就细一细一下 我也没有 就是要 想要干嘛 你可以录一首啊 然后专门在你的 什么AES里面 算了吧 就一直在那个空间中播放 不要吧 破坏大家的气氛 哈哈哈哈 对因为那是设计博物馆 对吧 真的 好我们来听一下 黑心 副歌好不好 好我想一下啊 好来哦 我不屑自我安慰 把伤心漆黑 我拒绝于哭泪 把伤口都抹黑 自以为绝对 我背我黑是黑 狠药的 贪的无言 爱能给的一味 呼气一味 对 刚才感觉 音有点 跑掉 有点飘忽 对对对 因为CD里听到的 好像略为不同 对我刚起床嘛 这是自然的反应好不好 真的 可是还是蛮嘹亮的 我可以再重唱一次 不是你声音是嘹亮派 我不屑自我安慰 把伤心漆黑 差不多 对就这样 不 这一句唱的很好 对啊 刚才有问题的不是这一句 哈哈哈 好我又讨人厌了 好啦其实我刚唱的是把 呃 呃 副歌的一开始 你刚才 你刚才进入了某种 小小小的平行时空 哎呀厉害了 也许我们在平行时空的时候 都是个音词 是 是 哈哈 对 但我刚 我刚刚的词是有拼送的 黄鸥鸥鸥鸥 谁比我还懂 真的吗 这首歌很多的粉丝啊 就是 我没有要再介绍这首歌了 我只是要做梗啊 谢谢 谢谢你让我等于我 不是啊 我想讲的是 谁比我还懂你 跟李大仁先生最近有一些结合 真的假的 因为很多粉丝都觉得这首歌跟李大仁很像 你为什么不去演偶像剧 有啊 我有演只是都没有红的演 你要演比较那样子 要把 要把 脸再铺白一点啊 要 再 再把头发梳醒 想办法我也有啊 然后不能搞笑 你没有啊 要装的申请款 装的 我有我有耶 你有这一面 还是说你有出现在这种剧情 但我的老实说我就是 就是 因为你主角的弟弟 运不到啊 我运到 我运到的时候就突然间会就就就就棒就起来 你已经 哈哈哈 你没有 你没有你想的那么不红 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了 是啊 但当然要往上比啊 哈哈哈 势力肯 哈哈哈 没办法啊 哈哈哈 我排平排我没办法赚钱 就只好 努力的红啊 我想要买很多东西 怎么了 这什么 玩具啊 我超 我在收集玩具 超想买很多很多的 你知道吗 我有一只1比1的钢铁人 1比1的这样 所以还是比较偏这一面的 对啊我还想买一只 那是什么宝机表啊 对啊 那那个之后啦 那之后再说 那我最喜欢的还是玩具 OK 对玩具啊 艺术品啊 那也要美智的话 还有很多 那不叫玩具了对不起 那对我来说就是我的玩具 那已经不叫玩具了 艺术品 对那贵多了 对对对 我钢铁人也很贵耶 1比1的耶 那是美国限定的耶 多少钱 多少钱 不要啊 不能讲吗 我家里没有人会知道 你是怕家人知道 那都平行输入先直接到我店里面 所以没有人知道 我奶奶不知道我买的东西 你知道吗 15万 嗯 嗯 不止喔 你知道吗 我又讲一个好玩的 我那时候跟我爸就想要买一台跑车 然后我爸呢 就说 好我们来买一台跑车好 然后我们就在那边看 然后就 我阿嬷就走过去说 你还要买钱啊 然后我阿嬷就 就不想要我们买 然后我就说 没有啦 这个很便宜啦 这超便宜的 阿嬷就说 想骗我 哈 我说 他说多少钱 然后我就说 没有啦 这一台 这一台才 才两三 两三千块啦 这样 阿嬷就说 你骗我老 你骗我老吗 哈 这最少也要15万 15万 我好想提名他 你要买 勉勤吗 我好想提名他 为经济部长 或财产部长 很妙欸 我保养了几次就没了 很妙欸 对啊 我阿嬷超级的 所以你还是可以骗他吧 不可以啊 不能骗他 很好笑喔 很好笑 很好笑 可是很有趣 感觉是温馨的 很魔幻的家庭 有一次 因为有一阵子我很忙 其实我们时间已经到了 我想再讲一个 但你们可以卡掉 没关系 他们都不卡的 有一次我 我太忙了 我大概三个月没有 没有见到我阿嬷 我跟我阿嬷住喔 但是我阿嬷跟我作息时间真的就是烦 有一天他中午喔 我在工作喔 他打电话给我 给我 给我爸 他旁敲撤击 跟我爸说 为什么红森这次刷卡 因为我那个刷卡单是 寄到我家 寄到家里面 因为我是刷我爸的副卡 他跟我爸说 为什么 我刚刚台语讲 为什么 为什么 红森这次刷卡 刷三十几万 我爸就傻了 结果呢 马上打电话叫我回家 真的到底是什么 结果我阿嬷骗我 他想要我看到我 他想要 他就把我骗回家 我说怎么可能 我怎么可能刷三十几万 我阿嬷就说 你回去直 结果他就说 我就晚上我就赶快回家 我就提早回家 我就赶快回去 就我阿嬷骗说骗你的 其实我只是 想看看你 想在我清醒的时候看看你 对 还没有进入梦乡 所以他认为跑车十五万 他认为你刷到三十万 对 很奇怪吧 他其实很有概念啦 他有概念阿 他其实有概念 他一定知道钢铁人多少吹的 他不知道 他哪知道那是什么 他哪知道那是什么 好啦 请大家来多多支持 那个想要买玩具的 黄红森 最新专辑叫做 黑心商品 最新电影叫做 镇头 希望大家支持 好 快乐 是 好 感谢观看